带壳截图软件我用过很多 虽然大多都需要收费 但这一点并不足以将我劝退 毕竟才几块钱的价格 完全可以并且愿意接受 但从本质上影响体验的是 软件内置模板种类太少 而且随着频繁的更新 bug也会不断出现 最后无奈果断放弃 而Hashort在完全免费的基础上 与其他同类工具就有着本质的不同 它没有内置模板 你完全可以根据需求 手动选择下载安装 减少多余的空间占用 这款软件并没有在国内应用市场上架 不过大家可以在空安市场内搜索相关话题 从而找到焊化版以及各种模板 如果你有条件 可以到Hashort官方店铺群 这里有源源不断的模板可免费下载 相比以往那些传统的戴客截图 Hashort模板更加美观 传神 另外提示一点 焊化版可能会有bug 所以建议大家在了解所有功能后 还是尽量使用官方原版 功能比较简单 很快就能上手 更重要的是稳定性 这是一个强大并且免费的视频剪辑APP 虽然同类工具很多 但不顾剪辑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亮点 界面剪辑直观 对于新手操作也没有任何难度 内置素材库里有各种非常实用的视频资源 可根据需求应用于不同场景 还有各大IP素材包 多样的风格种类可基本满足所有人群 在编辑过程中 如果你不需要原视频的背景音 可点击官员声或选中视频 然后将音量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通过强大的智能抠向功能 软件会迅速将背景抽离 只保留清晰的人物元素 同时我们还可以对人物进行精修 去除多余的元素 然后调节一下大小以及位置 与原视频融为一体 按住蓝色箭头前后拖拽 可缩放视频长短 并自动与其他轨道保持对齐 音频库中同样有足够的素材 可根据不同风格进行选择 这时APP会自动检测到音乐类型 点击识别 软件会迅速提取歌词并加载到视频中 这也是不顾剪辑的另一亮点 点击查看可手动修改样式或调节位置等信息 最后我们可通过下方工具栏 为轨道添加过渡动画 变速滤镜等效果 除了种类丰富的音乐库 还可以通过链接以及本地方式导入 并且支持视频背景音乐提取 并自动添加轨道 这也是不顾剪辑的另一特色 在剪辑过程中 软件会自动实施保存项目 制草稿箱 这一点对于长视频剪辑非常重要 总体来说 不顾剪辑素材丰富多样 功能强大使用 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下载 这是一个可自动跳过APP开屏广告的软件 之前也曾推荐过同类工具 但相比之下 离跳的整体效果更胜一筹 安装完成只需开启按钮 根据提示开启或关闭相关功能即可 长按更多按钮可手动设置选举参数 具体方法可参考操作指南 在设置中选择某一应用 长按图标可自定义添加规则 操作指南中也有相关说明 比如自动跳过软件更新提示 最后啰嗦几句 这款软件完全免费不盈利 用户可通过自愿打赏或关注公众号等渠道来支持作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也会有一些好心用户建议收费 这种想要支持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换个角度想 这叫自私或者目光短浅 你有心可以多打赏多分享 而强制收费只会让大量还未体验过的用户直接被拒之门外 毕竟免费的选择并不是没有 所以这样只会导致一个结果 给了其他同类竞品更多机会 作者最终无力维护 毕竟这种软件对于同行开发者来说并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之所以大家觉得这款软件良心就是因为它免费 包括你也一样 否则你可能都没有机会出现的评论区 所以相比之下 这种源源不断的支持与鼓励更加实在 而作者可以通过引流 日后你接你的推广 我们免费用你的软件 这种相处方式才是最平衡的 虽然我不拒绝收费 但更愿意看到这种良心的软件走得更加长久 所以有时候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情怀 不咕剪辑 不咕